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再度提醒你,如果你没有讲义,请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那这个讲义呢,是来自我在台湾出版的这本书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一章,就是集合类别 集合呢,这一般都称为叫做Collection OK 这集合呢,就是一般称为叫做Collection Collection,那最典型的,最常见的就是ArrayList 那还有很多,那这个很多都是透过这个我们上一张所介绍的这个模板的方式来提供 那为什么呢,要有这个模板的方式 因为Collection意思就是像铅笔盒 那么里头要放铅笔 对不对 所以那如果说这个只是一个盒子,并没有限制这个铅笔 那如果这个是相当于一个盒子 相当于一个盒子 那么这边如果呢,给它放的是这个铅笔 Pencil 那它就产生一个类别 这是一个模板 那当你把这个Pencil的这个class 这是一个class哦 这是一个class 那这Pencil这个class 把它放进来成为这个type 结果呢,它就变成一个真实的类哦 真实的类呢,就是Array List 然后,这边就Pencil 那这个就是叫做铅笔盒的类哦 这个,叫做铅笔盒 对,因为这是盒子 这是铅笔 对不对 这是盒子 所以叫铅笔盒 OK 好 那这样就是可以用来装铅笔的这个 这个类哦 好 那这个可以讲,这个就是一个 whole 整体的whole part里头的whole 对不对 好 那这个ArrayList 因为是通用性的 所以我们特别称为集合类别 OK 好 那我们会再详细说明集合类别到底是什么 OK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这个集合的对象 集合的对象 然后呢 有一个Iterator 叫迭代器 然后呢 这个 集合类别呢 可以用来 这个装这个多态性的 这个集合的对象 集合的对象 好 那我们来看看Android的这个集合对象到底是什么 好 什么叫做集合对象呢 这个叫集合类别 好 这里叫集合类别 OK 好 那我们如果拿这个来new一个对象 好 new一个对象 比如说 A 等号 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就拿这个类呢 来new一个 这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叫做集合的对象 OK 就是拿集合类别 来产生一个对象 然后让A 来reference它 那这个叫做 集合对象 叫做集合对象 OK 那集合对象 就是铅笔合 就一个铅笔合 这是类 然后这是一个铅笔合 那就可以把很多铅笔 就是说这边很多pencil 然后就可以让他指向他 让他指向他 让他指向他 那这个是pencil 这是pencil 这是pencil 的对象 所以把pencil对象 把它放进去 这个集合对象里头 所以 这边叫做part 部分 我们一开始就谈到 这个 整体 这是后 整体跟部分 我们一开始就谈到整体跟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 这个整体跟部分呢 里头呢 集合对象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它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集合对象呢 其实就是后 就是整体 整体 OK 那 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宰相肚子能撑船 是能够容纳 很多很多的意见 且呢 容量无限 在软件中呢 常见的这个数字 就是一种 容器 就是一种包容 可以包容很多的数据项 那这叫array 所以array呢 基本上 它就是一种集合的 类别 它是一种集合的类别 OK 那 它里头呢 可以包含很多数据项 只是说 这一个array的 特性就是说 它的 Data type要一样 所以我们称为叫一言化的集合体 就是放在这array里头的 你是整数 那你就全部放整数 等等的 比如说 intx10 就表明了 这10个 所构成的数组呢 每一个都必须是 Integer的 这个数值呢 只能包含 同一种形态的数据 不能包容多种形态的数据 这是它的一个限制 好 那但是这个数值本身 就是一个collection的一种对象 这是一种对象 对 那 这一个array本身 是一个集合的类别 那么它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array 一个array 一个array叫x 那这个array呢 这个集合对象 好 那所以呢 在加瓦提供很多种 这种集合的 类别 集合的类别 来提供建立集合的对象 那一般来讲 这个集合的对象呢 它是比较通用性的 譬如说 宿主 那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称为了 集合对象 是 比较偏向 像这个 一个通用型的 一个 类别 像这个arraylist 表示它可以用在很多种用途的 好 那它可以拿来产生铅笔盒 它可以拿来产生蛋盒 可以拿来产生中秋月饼盒 有没有 好 那 产生出来的中秋月饼盒呢 就变成叫集合对象 那这一个 集合类别 所以我们谈的集合类别呢 比较偏向 这种多用途的 这样的一个集合类别 那集合类别呢 可以配上不同的 这个pencil啦 egg啦 等等 它就变成了 集合对象 就可以拿去包容啦 钱笔盒啦 鸡蛋啦 这个中秋月饼啦 所以集合对象就像一个菜篮子 可以装水果啦 等等 就成为集合对象 那有时候称为 那有时候称为container 像集装箱一样 OK 简单为一之 集合对象是 比较多元的数据结构 就是 各式各样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那就是包含 多态性的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所谓的 这集合类别呢 它的产生的集合对象 我们比较偏向 它可以 包容这个 Polymorphic 就是 多态性的对象 例如呢 加瓦提供的 集合对象 能够包容 包容呢 这个object 这种 体系的 各样 各式各样的对象 它是属于同体系 但是呢 因为它是多态性 所以它可以属于 不同的小类别 不同的子类别 所以Java提供了很多这种 通用性的这个集合类别的模板 比如说ArrayList的啦 HashMap啦 等等的 那 这个就是构成了 一连串的List 它这样是一整串的 那这个是 一个Table的 这个是 每一个Map啦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Map 一个Map 对不对 然后都会有T1 这是T1 这是T2 就构成一个 一个表格 一个表格的 我们称为Map OK 那 所以我们 在这个电脑里头呢 也常常会掌握这种 铅笔和跟铅笔的这种 Hole Part 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 有一个球队 所以球队呢 包含很多球员 还有 经理教练等等的 那么它是属于同一支球队 所以呢 球队是一个Hole 一个整体 然后呢 各球员都是一个Part 但是它属于 不同的 子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一般的 这个数字 那怎么去表示 所以我们就 把球员都归到人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Person 来 这个类 来表达我们的 成员 各种成员 那有名字 那 设定名字 还有取出名字 我们就这么简单 一个类 然后呢 这是一个球队 球队就是一个 一个Hole 一个整体 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 它可以容纳 有没有 这边是 可以命到20个 可以容纳20个 20个的 这个 所以 这边是 可以 New到20个 这个组帧 把它放进来 OK 那是 这个是一个数组 OK 是一个数组 20个 所以呢 在这里你看 都New一个Person New一个Person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数组里头 然后印带一直增加增加增加 所以呢 我们就总共加了这么多东西 加了这么多 有这么多的球员 那加了这个Coach 等等的 那加进去呢 是用一个数组 把它 包起来 所以呢 这也算是 数组本身也算是一个 集合类别 是一个 集合的 对象 是一个集合的对象 用来包含 Person 这个 小集合 这个小对象 所以球队就像 鸟巢的对象 对人就像鸡蛋 所以鸟巢呢 包含有一堆的 鸡蛋 同样的 球队 内含一群的球员对象 所以呢 就是球队就跟鸟巢一样 它其实它是一个集合 是集合类别 好 那一个球队 就是一个集合对象 OK 所以Baseball Team 这个类别定义的 Player 这个数据项 它其实是含你20个参考主帧 可以指向 这个20个 这个Person的对象 所以呢 Baseball Team 是一个类别 那我们产生一个对象 就是这个 我们产生一个 这个Baseball Team的对象 所以产生一个对象 然后这对象里头含有一个数族 然后 数族里头呢 都可以 对到这个 Person的 对象 Person的Object 这样子 所以这边很多很多Person的Object 然后呢 它就指向它指向它 OK 所以呢 这个Baseball Team 里头呢 含有一个array array 所以这个叫做hole 那里头呢 会含有一个 叫做集合的 这个对象 然后透过集合对象 来 这个 包容 这个很多很多的 这个Person的对象 OK 所以各自指向Person的对象 那Baseball Team的 它含有一个index 所以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它每次都会增加 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把Person 固件 对象一直加进去 那这里一个player 这就是一个array 这其实就是一个array 那这个 它被包含在 这一个 它被包含在那个 Baseball Team 的这个对象里头 这个就是 Baseball Team Baseball Team的 objet Baseball Team的objet 然后在objet里头 含一个collection 含一个 数值 来point到他们 来 参考到这些 啊 内含的 这个 啊 那这里头呢 Baseball Team的对象 那包含了很多球员 那这是OK的 啊 这是OK的 那player角色就像 书包里头的 铅笔盒 这个像书包 Baseball Team呢 像书包 然后这里头像铅笔盒 里头含有很多铅笔 比如说 这个 就像铅笔 然后呢 这个就像 Pencil Box Pencil Box 然后 这像书包 是这样子的 的一个关系 OK 这样的关系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刚刚这个例子当中 他留下了20个 这个20 怎么决定的 万一他有22个球员该怎么办 所以呢 这种array 这种的 collection 他比较没弹性 比较没弹性 所以呢 我们 就要来 帮他做的修正 在这里 就看这里 你会看到 他这个 他这个限制的是20个 限制20个 所以万一 超过20个 那这个program 就有问题啦 就有问题啦 所以表示 这个collection 他是没弹性的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比较有弹性的 OK 换一个有弹性的 好 那要换有弹性的话 那我们就 改用 改用 这一个 集合类别 不是用一般的数组 那改用的是像arraylist 这样的一个 集合类别的模板 来代替 这个数组 这个代替array 那么 因为所有的 只要是object的 都 的这个 指针 的参考都可以放进去 因此呢 他 可以包容 这个 多元性 多形性 多胎性 的这种对象 OK 那而且呢 他没有限制 多少个 这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就拿 arraylist 来作为例子 来了解 怎么改变他 怎么修正 所以呢 原来是一个array 那限制20个 现在不用啦 不用写20啦 所以现在是 这一个 这一个 那他就是一个 参考 那么他参考到一个 这个的 对象 这个arraylist Person 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在什么时候 创建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呢 在哪里创建了 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创建了一个arraylist Person 这个 这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就叫arraylist Person 对不对 那这个对象呢 是在这 Baseball Team 是在这个 对象里头 所以这个大的 叫做Baseball Team 的对象 这是 Baseball Team Baseball Team的object 那这个是 这一个arraylist list 然后是 list 然后是person 的object 的object 这个 然后这里头呢 就可以有很多指针 可以指到 这一个 person的object person-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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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这个Baseball Team 就包含这么多的player 就包含这么多的player OK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这是arraylist 的person 那 他里头 就可以 去包容这个 所以 这个叫做 集合的 对象 那 这个是比较大的 包含集合对象 它本身也是一个 集合对象 OK 只是 这个集合对象呢 不是这种 通用型的 所以一般 不通用型的 包含一个 通用型的 那 来 来包容这个 这个 像person 这样子的 OK 所以呢 就另外一个array 然后也new的经理跟coach new的经理跟coach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把他放进去 怎么把他放进去 OK 所以首先呢 啊 他就把这个人 啊 在这里 首先呢 创建一个 Baseball Team 这个对象 再来呢 把这个manager set进去 啊 我们来看setmanager 到底做了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setmanager 在这里 setmanager 那么就是 啊 这一个 啊 把manager的名字 放进去 那manager呢 是指向一个person的 这一个 啊 指向一个person 的这个 对象 那这一指向person的对象 然后 这个arraylist的呢 他的指向的是球员 指向的是球员 所以呢 在这里 add prayer 他加球员 就new一个 新的person的对象 然后呢 在这里 再把这个对象 加进去这个arraylist的里头 啊 就是 当你有球员的时候 你就把他加进来 加进来 加进来 所以他就指向所有的球员 所以 player 就是一个 集合 对 集合的对象 然后呢 你就把 新的person的指针 或者参考 丢进来丢进来 所以arraylist里头是放的是 这些球员的 参考 而不是放球员 OK 这是要了解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baseball team 就定义的player 这个 你看 这一个 baseball team的对象 里头呢 就是有个player 那player呢 他是指向 arraylist 这样的一个集合的 对象 那这个呢 是person 是person 这样才是一个 完整的类 才是一个完整的类 所以player 是指向一个 是一个 集合的对象 那集合的对象 在 在参考到 所有的球员 所有的球员 OK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认为 这样子 才叫baseball team的对象 他的对象就包括这个 当然 你也可以把他认为 这整个 都是baseball team的 那这就是 看你的看法 这是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但是基本内部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是有一个 baseball team的对象 里头呢 有一个参考 参考到 release的person 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就在参考到 这个球员 那这个就参考到 他的经理跟教练 OK 那你可以看成 这样子 就是一个baseball team的对象 也可以看成了 包括球员都算 OK 就看 你怎么看了 OK 那是角度的问题 那是角度的问题 当有新的人员加入球队的时候 就调用add player 刚刚看过啦 就会把这个 加到这个 arraylist 这样的一个 集合对象里头 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person 是person 是person OK 好 那么我们就先 暂停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 来讲这个 叠代区 叫iterator OK дел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